作為一本護照 最常用得到時是去旅行 BNO 有189 個地方免簽證 特區護照 154 個 香港人熱門的旅遊地區 日本、韓國、泰國等 兩本護照都有免簽證 分別就不大 只不過兩邊護照的價錢就分別很大 BNO 32 頁連郵費要近一千元港幣 特區護照 32 頁只需要 370 元 港幣一定是特區護照較低 不過如果你想去歐洲讀書 就季一季都要拿BNO 雖然英國不承認BNO持有者是公民 但拿著BNO去荷蘭、德國或西班牙留學 學費有可能只要給歐盟學生 以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一個碩士課程為例 兩者就相差近 7.5 倍 足足可以省到 12 萬港幣 想去英國 Working Holiday 又怎樣? 拿著特區護照 申請去英國 Working Holiday 每年得 1,000 個名額 還要有贊助者證明 贊崩頭之餘,手續又多 拿BNO 就沒有這個煩惱了 名額沒有上限 亦不需要贊助者證明 想去話那麼容易 上面說的全部都由得選 不留學,不Working Holiday 不旅行都不死得人 但萬一在外地御市生死關頭 拿著不同護照又有沒有分別? 不少人說拿著BNO 出了事,英國領事館都不理你 但拿著特區護照 中國領事館都未必理你 2012年,意大利郵輪協和號 觸招翻尋 幾名挑衡逃生的香港人 求助中國領事館 怎知領事館沒有派人接他們不得 還要求他們自費坐的士去領事館 再科水補領護照 大難不死都極死了 幾年前的日本311地震 拿著BNO 可以坐英國政府派出的包機回香港 特區護照? 自己等下吧 數完數完 好像拿BNO 真是好處一點 但特區護照 其實有一個超級重要的用途 就是選特首 因為BNO持有人 是沒有資格競選特首的 不止特首 想做高級少少的官 都可能不行 被人發現了 還一身矮 所以 志向遠大的你們 都是放棄BNO 東網電視記者 劉佳欣報導